我們前面教平面鏡 我們說利用反射原理看到東西的叫做鏡子 如果鏡子是平的叫做平面鏡 然後現在鏡子是彎的叫做曲面鏡 曲面鏡有種叫凸面鏡 看起來是凸出來的叫凸面鏡 凸面鏡的成像性只會成了一個正力縮小的虛項 正...凸面鏡會成正力縮小 我講過了 問成像性只要回答正力還是大力 放大還是縮小 實相還是虛項 然後它的... 但是它的可視範圍比較大 你可以看見它範圍比較大一點 但是東西會縮小一點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的範圍會大一點 它有一些現象 它有一些應用 一些狀況 比如說汽車跟機車的後視鏡 或者是有一些路的旁邊有立根柱子 那個它有鏡子 那都是凸面鏡 這個凸面鏡它的目的就是增加你的可視範圍 那你可以看到的東西比較大一點 廣一點 比較能夠注意到一些死角的地方 但是它有一個問題就是它東西會變得比較小 那人類眼睛會認為東西比較小 會因為它離你比較遠 所以像國外的汽車 它常常會寫說要注意啊 它們比較會寫說注意 它會...你會以為它比較遠 但它沒有那麼遠 你要注意一下 你看起來小 你以為它離你比較遠 比較遲到沒有那麼遠 好 因為它只是像看起來會小一點 看起來太小一點 所以你要注意這件事情 或者是說 商店裡面掛了鏡子來觀察 有沒有在偷東西那個也是一樣 都是用凸面鏡 都是用的都是用的凸面鏡 像這樣 左邊又是所謂立在那個路上面的一個 右邊都是汽車的 有人寫 通常汽車本身的照後鏡就有一點凸 可是它凸的沒有很厲害 所以有人會多買一個更凸一點 可以看到更...可以看到更範圍更大一點 但是那東西就變得更小一點的 然後讓你觀察說 一些你看不見的死角的角落 這是凸面鏡的實力 凸面鏡就是凸下來的 凸下來的話 有個所謂的焦點 剛會焦折射 他會特別提到焦點 焦點外會成導力實相 焦點內會成正立虛相 但它大小你就不用管了 它大小會跟距離有關 有的時候會放大 有的時候會縮小 那這件事情國中不焦 所以你就不用管它 你就不用管它 最多只要知道說 焦點內會成導力實相 對比焦點外會成導力實相 焦點內會成正立實相就可以了 其他的大小你就先不用管 好 那個以後再說 那像一個化妝鏡 就會做成凹面鏡 因為它會放大 它會放大 像這樣 放大 好 所以拿起來照你的臉的時候 會把你的臉變大 那個青春痘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擠起來比較好擠一點 好 你拿一個雀斑也會放大一點 會看到一點 所以會放大 讓你會看得更清楚一點 叫做凹面鏡 凹面鏡 重點是這個拋物面鏡 拋物面鏡就是那個 線是一個拋物線 然後轉一圈 就變成所謂的拋物面鏡 重點是它有一個特徵 它的特徵就是 平行主軸的 就叫做會在焦點 上面那個平平的線 就叫做平行主軸 然後會匯聚到焦點上 光可以倒過來走 因為反射可以反過來走 所以平行主軸的 會打到焦點上 倒過來走就是 從焦點發出去的 會平行主軸 好 所以拋物面鏡的 拋物面鏡就是一種拋面鏡 但它你要特別的拋吧 它拋成一個 拋物線的樣子 轉一圈面 拋物面鏡 它的特點就是 如果你的光平行主軸 它會在焦點會去 如果你的光從焦點發出去 它會平行主軸 這是它的特點 它的特點 然後我們就是利用這個特點 來做一些事情 我們就是利用這個特點 來做一些事情 好 請你要記住 拋物面鏡 平行主軸的光 會在焦點會去 從焦點發出去的光 會平行主軸 大家講過光可以倒過來走 它擺設嘛 好 從左到右 它是從右到左 平平平平平 它是一樣的 OK 還要曉得 好 那我們的應用 就是利用這個性質 有的是利用 平行主軸在焦點會去 有的是利用 從焦點出去的會平行主軸 像這個 像這個 平行主軸的光會在焦點會去 那個無線電台 電台 在大的疊形天線 是收那個電波的 就是讓它平行主軸的 會在焦點會去 收到它的訊號 收到它的訊號 太陽爐 法國做的太陽爐 做很多的平面鏡 它反射 它的光變成平行光進去 然後打到後面 然後光線集中 然後變它來加熱 變它來加熱 太陽爐 這要做平行主軸的在焦點會 它倒過來的在 從焦點出去的會平行主軸 比如說手電筒 焊照燈 車頭燈 把燈泡放在焦點上 打到就平行主軸出去 就可以設的比較遠 但是實際上因為泡霧面鏡不好做 所以很多感覺用圓的 球的 它的效果就比較差 到底用比較差 那意思是一樣 需要它集中做出去 那意思是一樣 車頭燈 就是利用焦點出去的會平行主軸 凹面鏡 泡霧面鏡的應用 哈哈鏡就是 它有的地方凸有的地方凹 或者是凸的很特別凹的很特別 所以人這樣就會變形 就產生一些趣味的效果 比如說你的頭可能會變寬 然後身體會變細 或者是什麼之類類似像這樣子 像這樣 好 所以人就會變形 人就會變形 變得特別的拉長 或特別的矮 或者是中間變得特別胖 或上面變得特別胖 就是有地方凹 有地方凸 凹凸的比較誇張 什麼之類的 就產生一些趣味的效果 這叫做哈哈鏡的實力 OK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結束了